停辦多年的四海在深平台會議在海大演講廳舉行 基隆市長謝國良和海大校長許泰文率領團隊出席 勤勉雙方建立暢通管道強化產學合作 那我們未來是希望能夠開放整個海岸線 那開放整個海岸線來做不只是觀光 生態 人文 城市 休閒 我們希望基隆市真正變成一個海洋開放的城市 但是整個過程中包括生態 包括法令 包括商業 包括一些沙灘技術 都是我們跟這個許校長跟他的團隊最近一直在討論的一個方法 所以今天能夠開這樣的平台我們很高興 第一次但是是一個好的開啟 我們都會固定召開 然後每一次都有具體的結論 這樣子推行幾次下來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基隆市跟海大密切合作後可以產生的一個成效 今天我們非常歡迎謝市長所領導的行政團隊到我們交流平台來相互交流 那海大是以海洋專業的國立頂尖大學 我們希望以我們的專業來幫市府在建設 在文化 在觀光 在所有的這個市政的推動方面 善盡我們的社會責任 讓基隆市政府更好 基隆市政府更好 海大也會更好 基隆擁有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 基隆城市發展和海洋密不可分 隨著後異時代來臨 如何將郵輪旅客留在基隆觀光 海大校長在會議中提出了看法 有好山好省的地方留下來 甚至我們市長非常重視的這些商業模式的這個開發 這是很可惜的 我們要想辦法讓這個環境改變 讓我們的特色圖顯 讓這個旅客 讓來休閒的旅客能夠留下來 加我們營 那基隆市贏海大就會贏 我們的招生 我們的所有的相關在地的計畫也會贏 我覺得我們未來還有更多的議程 可以再繼續加入到我們的討論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 但我很相信 更來在更多的討論裡面 我們一定會有更多的這個議題可以討論 那我最近其實也跟很多不同的企業界 學界 學界比較是海大 還有這個產業發展的一些人士 在討論如何讓基隆的海洋 海岸線可以有效的開發這樣子 會議中 政府提出了利亞海大協辦 原住民運動會等三項提案 都獲得海大同意 雙方在會中達成共識 未來會加強平台合作交流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非常十分之少 viv員 沒有 加上 cooperate 我們 Sa ир